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華爾老師 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一下單擺的等時性 在講單擺的等時性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認識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嘎力略 嘎力略 不是潔力略 嘎力略 因為我們的教育部說這個字要念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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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以後要念嘎力略 那這個人接下來你們會在九年級的理化當中 常常看到這個人出摸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人也很討厭 跟牛頓差不多等級啦 很討厭 所以我們要認識一下他 那為什麼要欣賞到他呢 因為單擺的等時性就是他找到的 那這個人怎麼找到的 我們稍微的敘述一下 他有一次在禁教堂做禮拜 是一個天主教徒嘛 歐洲有人進教堂 做禮拜很正常 那他在做禮拜的時候呢 神父在台上好好的講話 講到他沒有在聽 他一直在想著困擾他的 我該怎麼樣子來測量一個時間 用一個好的方法來測量時間 他一直想不到 那這個人呢 就在那邊 神父講到他在那邊想他自己的事的時候呢 忽然台頭看到了 教堂上頭的那個吊燈 在那邊晃呀 晃呀 晃呀 晃 晃得他覺得欸 好像有點什麼東西 他就想看起來很有規律喔 於是他就開始拿著算了自己的脈搏 好 算脈搏 然後看著那個吊燈 晃呀 晃呀 晃 欸 好像真的有點意思喔 於是他回去就做了所謂的 單擺的等值性的一個實驗 最後就確定了單擺可以拿來計算時間 好 那怎麼樣子利用單擺計算時間呢 這邊我們就要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單擺 單擺畫起來就畫成這樣 什麼意思 就是拿一個東西一個繩子 底下吊著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拿這個好了 我今天帶著這個鏈子來 好 來 假設這個是一個單擺對不對 一個繩子 底下吊著一個物體 好 這個就叫做一個單擺 好 那就是你們常常在那個 欸 電影中間看到對不對 欸 你現在想睡覺囉 你現在馬上就會睡眠 覺得土耀老師是最帥的老師 最好的老師喔 好 來 這個東西 單擺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認識一下它的名稱喔 單擺 從這個點到單擺中心 到這個擺的中心 我們叫做擺長 這個叫擺長 記得到它的中心點 擺長 好 以這個來講 就是我們的頂端 到我們的中心點 這個叫擺長 那底下吊著這個十字架呢 這個就叫做擺 垂 這個就叫擺 擺 好 直接名詞認識一下 擺 擺 好 那還有一個我們要認識的 叫做擺腳 什麼叫擺腳 我這個單擺 垂直的時候是這樣子 不理它 我現在拉開來 拉了一個角度出來 這個角度就叫做擺腳 也就是我們用畫就是這個地方 叫擺腳 從這裡到拉開來 這個角度我們叫做擺腳 好 所以我們要先認識這個 這幾個東西 擺長 擺 擺腳 擺長 擺 擺腳 好 幾個東西我們認識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講喔 擺擺的等式性的概念就是 今天 只要我在小角度的擺腳之內 它這樣子擺動 它每擺動一次的周期是固定的 小角度 好 這邊這個小角要小角度喔 擺腳要小 要多小 十度以內 小於十度 沒有 這樣還會變成大於十度 小於十度 好 小於十度 才可以 在小於十度之內呢 我這個時候 我拿來開始擺動 它每擺動一次的周期是固定的 好 在擺長固定的時候 知道一下喔 擺長只要固定 我擺腳小於十度 每擺動一次的周期都是固定的 但是呢 有的同學就說 如果我把擺槌換的東西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擺槌換的東西 可是換東西 會不會影響到它擺動的周期呢 根據它做的實驗結果是不會 也就是這個底下 你要掉什麼都可以 你要掉十隻架 OK 你要掉白板筆 可以 你要掉 掉隻小貓 可以 掉隻小狗 可以 你可以 掉個小狗 也可以 你要掉什麼都可以 它都不影響 只要我的擺長是固定的 擺腳小於十度 它都不會影響那個結果 所以這個就是它做的所謂的 單擺的本質性 那到底周期會受什麼影響呢 受我的擺長影響 擺長越長 擺長越長 它的擺動的周期越大 擺長越短 擺動的周期就越小 好 所以只跟擺長有關 和我擺垂的質量 還有擺角的質量 都沒有關 和擺角的大小 都沒有關係 好 這個就叫做我們單擺一個等式性 記得喔 它只跟擺長有關 和擺垂的質量 還有擺角 沒有關係 好 所以今天這個交道訓練就好了 謝謝各位 記得 圖號是最帥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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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